说起杜海涛是大家熟知的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 作为大本营必不可少的配具之一 很多人都说他没有高超的主持功底 看起来傻傻的像一个假的主持人 并与同台的五星绯闻不断 并且有关注杜海涛的话题一直居高不下 今日杜海涛晒出了一组照片 一开始被很多网友说杜海涛晒照片 没想到暴露出了隐形富豪的一面 背后就是一大片的豪宅 杜海涛还是晒出了和妈妈的合影 杜海涛像极了妈妈 眼睛跟妈妈一模一样 但再看看杜海涛的这条微博 竟然被用户举报了 不能评论不能转发不能点赞 而且现在评论区没有一条评论 才发稿前杜海涛这条微博仍在审核中 杜海涛一直被传言跟五星在一起 因为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常要好 但杜海涛跟小自己两岁的沈梦辰走到了一起 两人也是经常一起大方秀恩爱 今日沈梦辰晒出了一组美照 简直是先上天了 杜海涛是娱乐圈的隐形富豪 很多人说沈梦辰配不上杜海涛 甚至之前在节目中还被人问到 沈梦辰和杜海涛两人是否门当户队 当时沈梦辰没有直接回答 就说了比较在乎精神上的门当户队 看来沈梦辰是承认亲戚上远不如杜海涛 杜海涛这十多年成了隐形大富豪 不过沈梦辰虽然没有杜海涛有钱 但颜值是绝对的高 看沈梦辰晒出的照片身材一流 脸大精致 杜海涛一米八零的大个子 但沈梦辰也挺高 颜值上完全配得上杜海涛了